精品咖啡 就像是期待它成为未来亚洲的精品咖啡中心 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想成为上海的咖啡中心的一个店 英喜咖啡成立于2016年 我们从17年的1月份到18年的1月份呢就开了三家店 那我们三家店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建筑设计 但是我们一直想通过不一样的空间设计呢 将精品咖啡推广给我们的顾客 我们丰盛里面呢 所有的建筑都是交给了一个年轻建筑师团队不破工作室来创作的 从色彩到形状设计 就是为了输出我们一直以来的紧接和干净 其实我们抬头可以看到天窗嘛 这个天窗是我们想要给大家打亮通透的感觉 你进门就有一种释放感 回归自由的状态 天窗也像是丰盛里面一个标志性的打开点 大家都很喜欢来这拍照啊 是用白色为主色调呢 其实是放弃了传统咖啡馆的一个深层风格的色调 是为了用白色来拒绝慵懒的感觉 那我们的顾客其实更多都是以精英和商务小咨询体为主 我们希望用留白的空间能给到大家自由想象 放心思考 而且白色也代表宁静的心绪嘛 再加上南京西路商圈又是一个比较密集的商务楼 还有一些办公区域 那我们也希望能提供给到一个通透的宁静的环境 让大家思考商谈 其实走进我们店之后呢 最显而易见的可能是二楼的铺灰灯屋形的一些座位区域 那其实呢是我们建筑师想让大家联想到歌剧院的看台包厢 那作为咖啡馆的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一楼的环形发台也像是咖啡师的舞台 顾客可以清楚地在二楼或者一楼的各个区域的座位 看到咖啡的每一个制作环节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传播精品咖啡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传播精品咖啡的方式 二楼的不规则弧形座位呢 其实我们每张桌子上都放了可以调控灯光明暗的小台灯 就是为了研造一个卧室的温暖感 这样子的设计呢不会让大家觉得很孤独 在这样的空间里它既可以与外界去连接 但呢它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及思考 客人座方面的体验感呢 以及足够的舒适感 无论是二楼的看台设计 还是我们座椅的摆放 甚至楼上楼下的多人桌都是具备不同形状及功能的 因为我们在冬天开业嘛 所以旋转楼梯的扶手我们也请了皮具师傅来做包裹 希望顾客在冬天到我们店来参观啊消费也好 都不会觉得冷 那所以我们相信不管是在应急办公交流 或者只是来喝喝咖啡度过周末 都是能得到很好的体验 我们是希望能聚集越来越多的城市年轻人 到我们这个城市空间来分享自己的故事 然后可能就是一起来喝一杯好喝的咖啡 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